我告诉你们,你们不跟我接触,你们不会相信的 很多人就是亲了,他也不相信 你们亲眼看见了,你们才能相信 你们去告诉那些还不相信的人吧 感恩大慈大悲,救苦救难,关系因菩萨 感恩认识台长师父,某两个儿子都是三胞胎 都是忧郁症,高考前,几几年数什么的 不要讲了太多,我一看都知道 98年的旅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他两兄弟,大的都这样 讲都不要讲了 忧郁症 一个忧郁症,一个自闭症 一个严重一点,一个轻一点,对不对 对 讲都不要讲了,一看就知道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们以后看忧郁症先要告诉他们要念经 有念的,有念的 你要好好地给他念经,许愿放生 我告诉你,我看看是什么灵性 是他的一个叔叔 他的爸爸的一个兄弟死掉的 哦,对对对 在他们身上,经常做出来那些动作 好像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动作 哦,这个是三胞胎小儿子 看到了 是严重一点,那个有叔叔在身上吗 对 哦 在他的背部 哦 背部 他的背啊,经常会痛 哦 怪怪的经常会动 哦 哦 是什么时候上去了 哎 是什么时候上去的,你是问几点钟是吧 什么时候上去的,他想上去就上去了 哦 要多少张小房子 八百张 哦,八百张 你赶快给他念 哦 他在你们家里啊 哦,在我们家里 在家里面翻箱倒柜啊 哦 你们家里经常精灵光亮的 房顶上都有声音啊 哦 那要什么时候能完成八百张,有没有预期呢 你想儿子什么时候好了 哦 你想早点好,就快一点 我帮这个小的念了三百多张 三百多张不是好很多了 哦 对,好很多 过去两个手还经常抽的 对 现在手不抽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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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恩师父,感恩观音菩萨 你好好的念 念完了就好很多了 对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这个儿子我告诉你了 你要当心啊 哦 颈椎有问题 颈椎 啊 怕见人我看到这个图腾整天关在房间里面 对 在玩电脑 对 对对 对对对 什么都看得见 对 他今年高考都考不上 不会,考不上的 哦 他还有机会读书吗 他读书都不能读现在 哦 还考高考呢 哦 我看看啊 如果你把这些小房子念掉 嗯 嗯 他可以去读书 大概应该是在一年半以后 哦 一年半以后 一年半以后 这个孩子啊 他有点天赋 他会画画图啊 哦 写写东西啊 他画图啊 哦 写写东西都蛮好的 哦 哦 就是忧郁啊 害怕 就是 就是害怕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嗯 对对对 他 他那 放上方多少条鱼呢 他要 六千条 哦 六千条啊 好吗 你自己脑子清楚一点 你们家里过去有杀业 哦 你们家里我看见 有很多很多的死鱼啊 哦 就是你们家里过去 一定有人钓鱼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了 但是那个大女子 他现在坐在台上 脾气很糟 老是想去整容 很厉害的啊 对 他想去整容 对 到韩国去啊 他说要去北京去 他哪里了 他是 我们是佛山的了 佛山 到北京去整容 对 他的心态就是 我怎么跟他说的脾气很糟 我现在都没办法 你给他念经呀 哦 你给他念经嘛 他就不整容了呀 他 他 你不念经 你怎么能够控制他了 哦 你不停地给他念经呀 初中的时候 我有练 他考高中 也是观音菩萨 保佑他们考上去 考上去 他们高二的时候 就练了连连经 但是又 不练 不练之后呢 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 你们记住一句话 念经之后 停掉 再不念 很快就出大问题 所以念经之后 不能停 要坚持 明白了吗 他现在自己不肯念 他说念经 会阻挤他 那你帮他念 就好了呀 谁叫你养的啦 对 好意思对哦 他要多少张小房子的大儿子 什么 我的大儿子 需要多少张房子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一千两百张 大儿子 好了 好好放生 要放多少条鱼 大儿子 一万两千条 哦 一万两千 好了 家里 家里要有一个佛台啊 有啊 有佛台 有一个佛台 你供了祖宗啦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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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祖宗都来了 都是鬼啊 你们家祖宗都是鬼啊 你以为他是菩萨 菩萨在哪里不知道的 好了 但是我家里也有供 你供什么什么就来啊 你家里有鬼的话 菩萨会来 我问你一句话 你家里有 有一个 小流氓 佛台长会去吧 哦 听不懂啊 听 下去 下去